我们六根眼耳鼻舌生意 对着六层 色生香味触发 这样所产生的六四 我们都把它当成心 所以这一些心都是生命不甜 变化无常 我们不要被它左右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一研究了以后 我们可以把这些生命的四心 能够放下 万言放下 万言放下的时候 我们就会认识到 我们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 那佛性本体能够呈现 呈现的时候 所有的生命的四心都没有 那个时候叫做无心 没有心 没有心的心就是真心 不会变化 不生不寐 就是从佛性本体出来 所以极心极佛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之前 已经研究一年的六祖坛经 我们也都是在产世这方面 所以一定修到要摸到根 摸到根可以呈现作佛 那假如说我们对自己 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没有体会 叫做摸不到根 摸不到根 瞎修行 很努力修都是在四都在像 四向上在修 那个不会成 再怎么久都不会成 一定要在心性 心性没有形象 靠自己领悟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很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